王建军上任证监会副主席 被称懂市场的监管者 证监会迎来一位资本市场监管经验丰富的副主席 10月25日 原社部发布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消息 任免王建军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同时免去延庆明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在他的任上 深交所完成了包括深港通启动 创业版试点注册制 深室主板与中小版合并等在内的多项重大改革 与此同时深交所也在向着世界一流交易所的目标进发 值得注意的是 王建军上任后将成为证监会领导班子中 证监系统工作经历最长的一位